人影匆匆 这里是全台人流量最高的台北车站 也是全台密度最高的无家者聚集地 风雨走廊上不少长者摊开草席 驾起躺椅 席地休息 旅客行走间与无数无家者擦身而过 用几只雨伞搭起遮风避雨的小空间 65岁的张阿姨和63岁老伴蔡伯伯 已经在这里流浪八年 生活用品 反正这个都是药 大部分都是药比较多 这个也是药 你看我都是剪这样一盒一盒 吃的用的都是爱惜送的 这个是睡袋 晚上怎么睡 他就睡这样 要不然就副主板到地上 在社福团体长年沟通之下 无家者有一套物品收纳 和空间使用规范 让这里成为茫茫城市中 小小的避风港 多年前蔡伯伯的家人 相继重病离世 自己也罹患失智症 重重打击让夫妻俩失去工作 陷入生活困境 就连房子都惨遭变卖 他们的经历是许多无家者的写照 根据卫福部统计 2022年全台登记在册的无家者 有3002人 以人数最多的台北市为例 年龄在50到69岁的占比 高达73% 而车站不驱离打造共生空间 守护他们的生存权益 而他们流落街头的主因 除了失业经济困难 健康身体障碍因素 家庭因素不合等等 更因为无力抵抗大环境的改变 可能有更生人 可能有因为家庭暴力虐待 讨家的 那也有可能有这个精神障碍者 也有可能是因为年老 或是各种原因失业 还有一个更长远的原因 是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64岁的阿春阿姨是云林人 十多年前来到台北大都会谋生 却苦无机会 辗转流浪在万华和台北车站 万华那边是那个啊 没办法 找不到工作也不得 没办法吃饭也不得到 这边用抢的啊 这边不会人家会用 用这流发啊 没有家 阿春阿姨把简单的家当 收拾在车站周围 现在她偶尔有社福单位 介绍的清扫工作 只是微薄薄薪水 仍然无法负担租屋 你现在做的是什么 就是扫公园啊 扫公园啊 在古田那边啊 这样可以赚多少 五千啊 一个月五千块 对啊 根据台北市社会局调查 无家者的收入来源 超过六成来自工作所得 和社福补助 而他们的工作类型 包含派报举牌 出工 清洁 保全等等 以时间弹性的零工为主 但是超过七成的人 月收入仍然不到一万元 落脚台北 南上迦南 街友满大比例是中高龄 那中高龄其实他们 面对包含像慢性疾病啊 或者是 其实他们街友在街头生活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那所以也因为在街头生活的状况 那影响他的健康 大部分是清洁的工作 对大家来说比较没有门槛 然后也是零工的性质 时间其实工时比较短 也比较弹性 我们现在要到我们那个 扫楼那个环境区域 七十岁的陈大哥 曾是无家者 两年前透过社福团体 他来到住宅大楼 清扫公共区域 每个月打扫两次 工资一千五 就是因为我自己太难受 所以才会没有钱把钱都花掉 因为经商失败 陈大哥曾短暂流落街头 索性进入安置机构 找到夜班工作 而他白天还要积极打工 年一到的话就有所限制 所以说有工作的话 觉得就已经是不错 46岁的阿燕也是固定班底 因为家庭失和成为无家者 而他因为罹患身心疾病 必须服用药物改善睡眠 却造成睡过头 无法正常上班 年轻的时候状况好 一天24小时的班 然后隔天休24小时 然后一个月360小时 那个时候就 做两个月就受不了生病了 根据卫福部统计 全台大约3000位无家者当中 超过7成有意愿就业 近4年有高达9800多件 转介就业服务 和职业训练的申请案 等于每位无家者 每年平均转职至少3次 原因不外忽视适应问题 工作机会就是这样子 我们希望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好的工作者 好的员工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那你不符合这个模子的人 就会被边缘化 无家者就是其中一例 平凡更换工作的原因 也因为无家者 长期在不友善的环境中 丧失自信和交际能力 今年63岁的老鼠 这个月才刚回到清洁团队 两三年来断断续续打零工 就是因为不善应对职场人际 我是没有想到那个 只说有找到那个工作 别的工作我就去 没有就算了 在街头生活久了 其实蛮容易会遇到很多 跟人际相处上面的 很容易会觉得 别人是不是看不起他 别人是不是想要伤害他 这也影响到他在职场上面 也很容易 就是可能很多累积过往的挫折的经验 让他在跟人应对的时候 很容易会往比较负面的方向 去做连结 社工跟救护员 也会是一个中间人翻译的角色 那也把这个雇主 他对于街友的照顾 他的一个关心 也可以用街友可以理解的方式 来转达告诉他们 来激励他们 可以持续的稳定在这个职场服务 经历意外和打击 无家者想谋生 除了凭借自身力量和福利资源 也仰赖社会 打破刻板印象 创造友善环境 无家者他只是一个生活状态 那我想我们每个人 可能因为家庭的一些变故 那都有可能会落入无家者这个弱势 除了确保他们的基本权益 生存的权益之外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 就是让他们回来 让他们恢复一个正常稳定的生活 每一种人他需要的弹性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的工作机会 能不能够创造更多样化的面貌 去适应这些人 跌落人生谷底 尝过人情百味 无家者在脆弱的身心状态下 自立之路更艰难也更长远 只盼社会用同理和包容 让这条路不再坎坷 感谢观看